看影片之前提醒你热点网站还有更多内容 这一届大选那些人正在四处散播消息的情绪说 哎不出来投票了 因为509的那张票白投了 投了之后换来的 不过是一群投机政客问谋私利跳来跳去 搞到整个国家乌烟瘴气 不过可能一些人不知道 同一个时候很多我国海外游子 虽然身在海外 但是他们依旧心计马来西亚这片土地 对于即将来临的第15届全国大选 他们已经在当地如火如荼的窜联 要通过人肉运送邮寄选票的方式 投下手中神圣的一票 全球竞选盟早前发文告指出 根据非官方统计 本届大选一共有超过5万名居住在国外的大马人 已经成功登记成为邮寄选民 那这个数量是上一届509大选邮寄选民的6倍 然而选委会在海外邮寄选票制度上 一直为人诟病的是 从提名日到投票日 只有10个工作天来寄出以及回收选票 也就是说从选委会他们寄出海外选民接收 填写然后再回寄选票 这一来一回的程序必须在10天里头完成 时间是非常仓促的 那一些居住地比较远的海外选民 他们就算真的是用了快递服务 恐怕也没有办法赶得及 在实现内寄回选票 上一届509大选相信大家一定还有印象的 由于邮寄选票姗姗来辞 许多海外选民在投票日前两天 他们才收到邮寄选票 那有人就担心选票没有办法及时寄回国 各国的邮子和国内的志愿者 他们就自发的组成了志工团队 协助邮子们把选票带回机场 然后再由亲友或者是志工接收 以接棒的方式带回家乡 于是一个接着一个装着邮寄选票的行李 就由志愿者充当人肉票拆 飘洋过海从澳洲 美国 德国以及台湾等地纷纷运回国 形成了一道道美丽的风景线 那更有一些在投票日前一天 才收到邮寄选票的海外选民 因为时间实在是太紧迫了 在接获选票之后 他们就直奔机场高举着牌子说 希望可以寻找到飞往大马的乘客 帮他们把选票给带回国 那最终啊 这场世界各地与时间赛跑的人肉接力 送选票运动 在投票日前夕 是登上了国内各大媒体和网络头条新闻 更唤醒了国内那些原本不打算出来投票的人 他们的公民意识改变了初衷 纷纷出来投票 那来到这一届大选 台外选民一票都不能够少的决心 依旧炙热 而且动员组织人肉运送网的这个串联活动 还变得更加有系统 也得到了更多志愿者的加入 一起充当人肉票拆 倒数1119只剩下最后一个星期了 虽然身在海外 但是海外选民们他们已经动起来 要一起参与国家五年一度的民主盛事了 来一起看看八点四热报 联络上世界各地人肉运送网的志工们 看他们怎么动员当地的游子 一起把选票给送回国 我是从事运输业 没有固定每天进来 我今天进来新加坡 主要两个月是我自己有货要送 然后呢 更重要的就是今天我来收集这个选票 海外邮寄选票收到了 经常会开着罗里 往返马新一代的运输业者谢嘉宾 在送完货之后就赶紧去代收邮寄选票 并且挡起了新加坡海外选民的见证人 因为中红的关系 所以我没有办法去 所以我希望通过这个邮寄房子 当产人跑太多去买一些 好让所有人会在住一份地 在马新一代往返 当人肉票拆 自愿带送邮寄选票的这份任务 已经不是嘉宾第一次这样做了 今年三月份的柔和周选 正值疫情期间 那马新两国的边境还没有开放 当时他就已经以运输业者的通行证 开着罗里在新加坡全岛 代收代送了一轮选票 甚至还和在地的一些大马公民 建立起了默契 打造出了一个选票运送网 这也让这些大选人肉接力 运送选票的过程 变得更加顺畅 也更有系统化 那我很少这样一张张来说 通常都是在新加坡 可以走不动的连票员 他收了过后 他可能不在一个地方 一直在等 我在这个咖啡店 我等你们附近的人 把票送给我 我们团队的协调员 收集到一定数量的后 就会跟我对接时间 然后我就去 可能两个到三个地方 收集了写票 然后就一大包 带回到马来西亚 这一次的这个大选 因为有了上一次的经验 所以熟能就升起来了 然后所有的战友 在召集起来 马上就能够stand by 就在那里 跨国人肉接力运送游寄选票 八点自日报联络上的下一站 还有中国上海 由于中国一些地方 目前还在实行这 清零封控措施 不只人要入境难 在一些地区 就连选票入境之后 也要隔离 上海竞选门负责人就说 在实在没有办法 也是在来不及的情况之下 最快的方式 就是用人肉票拆 把游寄选票运回国 没有其他办法 因为DHL可能来不及 现在这些选票到了中国 有一些地区 选票还要隔离七天 才能够送出到我们的手上 Bersey上海就想到 帮大家收集一下 收集了 然后找个人带回去 Bersey竞选门上海 帮子人表示 中国因为疫情关系 要出入境非常的麻烦 而且也没有直飞航班 飞到马来西亚 所以不少旅居中国的马来西亚人 都选择以邮寄选票的方式 旅行公民义务 那你去的可能应该是蛮多的 每天都有人在联系我 说怎么样把这个选票交给我 那我们有放了两个点 15号16号在一个马来西亚餐厅 收取这个选票 我们的最终的想法是 这边派一个人 把这些选票拿到厦门 交给一个马来西亚人 对夫妇让他们带回去 到KLAIN 我们也有人在那里收 海外选民接力送选票 新加坡和上海 是由在职公民组织推动 但是在台湾和英国 8点4日报联络上的是 自发号召的两位年轻手头族 他们从在校园内办说明会 呼吁申请邮寄选票 到广州学生志工组织 人肉运送网把选票带送回国 让年轻手头族在海外 也可以一起参与国家民主进程 我们也有就是号召志工 然后成功就是号召了 大概12到13间 大学都有住点志工在那边 他给在学校的选民一个资讯 就是他们其实申请选票很简单 因为我们有蓝人包 但他们要把选票送回来也很简单 他只要把选票打差就是投好 然后交给我们的志工 我们的志工会把安全的送回马来西亚 就让这档选票成为有意义 有价值的一档票 我们觉得学生们的参与度 其实是非常热烈的 我们在Vogue Malaysia UKE的团队 举办了一系列的讲座会 教这些新的选民如何 登记成为一个邮寄投票者 他们的反应都非常好 目前我们也是有接近1000位报名者 所以这表示 仅从英国 我们就有1000张这个选票 民主政治里选票不管多少张 每一张都算数 每一票都不能少 而要从全台湾或者全英国收集选票 再把选票送回国的路上 更像是一场马拉松坚力赛 一棒交给下一棒 我们最后决定说我们分三批 就是万一第一批没有办法跟上 我们还有第二批第三批 所以我们总共会有三位志工 协助把选票带回去 至于英国呢 我们将会在11月15日 当天就是进行收集 16日我们将会把收集好的选票 带到伦敦 17号早上我们的志愿者 将会从伦敦飞回大马 新加坡 中国 台湾 英国 不止这些地方 全球各地的马来西亚游记选民 如今也正在逐步地串联起 各地的人肉运送网 克服距离跟游记选票的 回送截止时间赛跑 为了国家有更好的明天 一定要把手上那一票 寄回新计的国土马来西亚 我们身在新加坡 身在马来西亚 我觉得每一个人是必须 要出来给到手上的这一票 很重要 对国家的未来也很重要 虽然我们在台湾 我们在台湾念书 有些人不一定回去 可是我们要想 我们家人在马来西亚 如果你爱你家人 你就出来投票 年轻人们 你们都是国家未来的东良 你们都会继承 马来西亚这片土地 所以就用这个机会 造出你理想的马来西亚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